好 如果我們帶你來關心 許巧心的大姑劉相傑夫妻 以及林玉倫還有一名無姓助理 先前是被爆出涉嫌洗錢詐欺 那麼經過案件好幾個月的偵辦 之後今天檢方是正式 將這四人給起訴了 那麼從稍早的畫面可以看到 這個球車下來好幾個人 從前方第一位綁著高馬尾的女子 就是劉相傑 據他後方劈頭散髮的中分男子 則是杜炳成 走在最後面的最後一位 則是林玉倫 可以看到在這好幾個月 在看守所這段期間 他們可以說是過得相當的慘淡 是整個呈現非常滄傷的情況 那麼今天他們案件已審到了台北地院 法官也預計會對他們私人 來進行輪番的詢問 而今天首先登場的第一棒 就是徐曉星的大姑 那麼他在庭上也跟法官表示 他其實做的都是正當的泰達幣買賣 而且鎖定的客戶都會進行身份驗證 甚至在買賣之前還會跟這些客戶 來宣導165的反詐騙知識 但是根據起訴書記載 其實這幾個人這四個人 共組的詐騙集團 就是來透過虛擬幣買賣來進行詐騙 而且這些錢會從現金轉為虛擬貨幣 再從虛擬貨幣轉成現金 這整個過程就可以將這些髒錢洗成 一個正常的金流 藉此來躲避檢警的查詐 而且檢警還查出他們甚至會創立 好幾個不同的群組 甚至是利用化名製造一些假的訊息 來躲避檢警的查詐 所以也被警方掌握了這些相關的訊息 來作為起訴的鐵證 正是其實今天這個劉項傑在庭上 是完全否認犯刑的 那這個法官甚至還在當庭 來考這個劉項傑 有關於泰達幣的相關知識 雖然說劉項傑這一題是有回答出來 不過針對這個泰達幣的相關金流 客戶是誰如何獲利 他通通都是推給杜秉承 因為他說杜秉承才是相關的負責人 那麼稍後其實這個劉項傑結束之後 還有杜秉承 林玉倫 以及這名無姓助理 都會來接連的進行詢問 如果在現場有最近的情況 我們都會持續為你做掌握 以上這期的主播